玻璃上黑鴨鴨一片 仔細看竟然是一支支的蜜蜂 往外看 陽台上一件羽絨外套 甚至因為爬滿蜜蜂 重到從衣架上掉了下來 那件衣服掛在陽台 也曬了幾天了 但是今天突然一下 就一群蜜蜂飛過來 然後是越飛越多 越飛越多 一件長款的羽絨服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位置 都覆蓋滿了 女子解釋 是因為夏天到了 才將羽絨外套 洗好晾在陽台上 沒想到竟然會招風一跌 把整個陽台變成一個大蜂窩 因為怕蜜蜂飛進來 遮傷家人 陽台落地窗 也不敢打開 最擔心的話 就是一直不走 然後的話 我們也出不去 也怕它飛進來 會遮傷人 進退不得 女子只能打電話 找專家求救 看到了這個蜜蜂的話 是我們廣西的一個 常見的一個野生大蜜蜂 他的老百姓經常叫大牌蜂 就是把它請走就行了 動它的話 還是會有攻擊性的 專家解釋 這種野生蜜蜂 本來就適應能力很強 能夠在高山環境生活 又正直地支龍眼花開的 遷徙時期 才會經過廣西地區 所以出現在30層樓高的女子 家中竹巢佔居 和羽絨外套 其實沒有關係 記者唐玄播导